我就想当面质问他 你是为什么要去冒充我 你就那么自私吗 36岁来自山东官员的陈春秀 每当想到自己被鼎提入大学 仍然是愤愤不平 他见了我本人之后 他说确实上大学他不是你这个人 你确实被冒名丢替了 我当时一跳 当时一跳 轻易都控制不住了 他想起当年身为贫困户 爸爸一直节衣缩食 为了令他可以以知识改变命运 我舅舅不能忘 我父母为我擦脑 包括到现在 我父亲当时也就是说营养不良 不舍得吃 不舍得穿 咱们只要懂不着 就可以 但是上学人也交接 咱们必须交 到底是谁令他大学梦梦碎呢 事件经媒体曝光之后 发现顶替者和陈春秀是童年的应考生 同样成陈 不过当年对方只是考了303分 比陈春秀低了243分 对方说当年是他已经过了新的扣母 找中介办顶替手续 顶替者也曾经派人找陈春秀尝试私了 但遭陈春秀拒绝 顶替者的靠府曾经在院里面 做审计局局长 现在正是接受问话 而顶替者也都已经被人炒了 山东理工大学承认 在入学资格审查上存在漏洞 已经注销相关学籍 陈春秀向大学提出重新入学 但被对方以无此先例为由拒绝 他现在除了继续争取重读大学 最想问顶替者一个问题 你是为什么要去冒充我 我们是统领人 你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些吗 我顶替了别人 别人应该怎么办 比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